眼下正是春耕的关键时节 在江西南昌农业机械轰鸣 农户们正抢抓农石 开展土地翻耕和央苗培育等工作 在江西南昌市新建区的连堂村 重粮大户陈新生正驾驶着玄耕机 在田间来回穿梭 不一会儿就将一大片稻田翻了一遍 省时省工的高校农机 让他种田得心应手 不仅自己流转的100亩稻田 全城实现机械化耕种 还代耕了周边农户的2000多亩稻田 现在国家政策一年比一年好 我们重粮大户越来越有信心 重粮释放户有补质 一样插秧都有补贴 重粮全程都是机械化 而且国家粮价又有保障 我弟今年100亩走道奉修 很有信心 而在南昌市靳弦县 宁河镇有52000亩农田 当地农机部门每年都提前做好技术管理服务 农业部门也将跟踪水稻生产的全流程 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 确保粮食生产文产 据了解 近年来南昌市大力推广水稻生产 全程机械化建设 通过引进机械浴泱流水线 实施工厂化浴泱 助力春耕备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